高雄市海洋局长王端仍卷入庆富桥帝安外岸导致丢官,高雄市七大渔会代表金武集结神员,希望王继续留任,在场人士并立诚心打岗活化的必要性,认为庆富安若沦为政治口水,最终牺牲的会是新打岗的建设。 人在日本的高雄区渔会理事长谢龙颖发表声明表示,政府1997年耗资77亿扩建新打岗,碍于岸上的修造船及冷冻加工等设施不足,没有远洋渔船停靠,以至成为文字港,庆富标租土地造建对于活化新打岗原是好事,却因炸弹案变成名嘴口中弊案,日后新打岗还有人敢投资。 他并反问,王端仁今天拜会的弱势台积电还会有一路被追打,会声会影的乱象吗? 高雄七大渔会代表都肯定王端仁在海洋局长任内尽职,认真而且温暖。 临园区渔会总干事刘瑞卿等人表示,不论是临园渔港建设,永安霸王及韩亥,雄三飞旦善后都见王尽力解决。 他们相信这次庆富案,王的初衷真的是为了活化新打岗,只是言谈不慎。 新打岗区渔会总干事郭展豪认为,庆富案若再沦为口水,最终牺牲的人是新打岗的建设。 高雄区渔会常务监事李吴明美说,王是难得的人才,高雄七大渔会决定力挺,盼他继续留任服务。 高雄市海洋局长王端仁卷入庆富桥地岸去职,高雄市七大渔会今天集体声援,盼他留任。 记者王昭月摄影分享,高雄区七大渔会今天声援,高雄市海洋局长王端仁,希望是否收回成命,别让他去职。 记者王昭月摄影分享。